小健光骨头脆 密实铝罪而晒伤胸 三十几度夏天又来了 很多人都准备去沙滩晒太阳 除了可以晒出一身古铜健康肤色之外 适当的阳光可以制造维他命D 令骨格强健 不过当然要记得 擦太阳油保护皮肤啦 原来擦太阳油都有不少学问的 皮肤科医生建议 在强港之下应该选用 SPF30至45度的太阳油 还有可以选择有PA名称的产品 后面加好越多 代表保护力越强 而且应该选择有防水功能的产品 因为这款太阳油的黏力较强 那就没那么容易脱掉了 擦太阳油一定要擦均全身 每一寸肌肤 感觉有粒粒粒就为之足够了 面部皮肤较弱,较容易晒伤 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还有,平时使用接触阳光的皮肤 也会特别容易晒伤 好像胸部和背部的皮肤 如果平时不习惯探空露鼻的话 突然受到曝晒 那就会有机会晒伤 所以要特别塗多些太阳油 塗太阳油不是一次就够 因为会冷或者曝晒下都会流汗 和水会整容皮肤上的太阳油 所以建议每一小时都要补茶一次 不过来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